yeah this is it right here look at that 今天我们就来到了美丽的山城重庆 说起重庆除了永远爬不完的坡和美丽的夜景 不得不提的自然是重庆火锅 有点辣了 你不要拿我的三梅汤 你不要你不要疯 那来都来了 加点难度 今天我们就去挑战一下最辣重庆火锅 谢谢啊 girl are you ready 有一点紧张说实话 我们朋友说这是他们几个朋友公认的重庆最辣的火锅 oh my gosh we are here ready to 挑战 this supposedly重庆最辣的火锅 oh gosh we got our bibs now we're good to go 红油汤底它有一个特辣的选项 那我们就选特辣了 还有更过分的特辣了 你好我们刚刚点了一个锅是特辣 能帮我们做的就是真的特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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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 他用打亮的眼光看了我一眼 对 ok 外地人 oh my gosh 小心很难 是特辣是吗 这个还没用的话就是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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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啊 这个还好吧 neaf leg 我们去拿调料吧 先弄一大勺蒜泥 然后整那么一些蚝油 葱花香菜 nice 我们看一下苏苏都点了什么 这个鱼是一个你吃重庆火锅必点的鱼 它叫薅尔鱼 薅尔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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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fine thank you and鱼 这个鱼本身会有一股奇怪的味道 所以说你放在其他的锅里面 它没有那么好吃 但是你要是放在重庆火锅里面 因为重庆火锅的味比较重嘛 就会比较好吃 登登登登 脑花 wow 谢谢 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究以形五行 所以当你觉得你自己不太聪明的时候呢 就可以吃一些脑子补补你的脑子 我怀疑他在骂我 脑花在火锅里面会非常好吃 my favorite it's not but I'm willing to give it a try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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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朋友 好兄弟 吃重庆火锅必吃的哈 必于的 这个就是酥肉了 然后我还点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上牙糖 what's that 团粥 不是 这不是你的嘴吗 这不是你的舌头吗 啊 这个部分 what 对我也没吃过 点一下看好不好吃 可以可以 这个素菜好像是最近网上挺火的 某种土豆丝 it looks good 然后其他呢还有一些比较常见的食物 Goodbye brains please make me smarter 这个还没有完 你看你的调材 不觉得少了点什么吗 因为它这个锅里面全是辣油 你直接吃的话就会觉得非常辣 所以一般会蘸这种带香油的调料 这样的话它用油可以洗掉那个油 我可以就不用它吗 这么刺激吗 对啊 one minute later 真的 我还是跟其他人一样 不要 不用 再 再 我们ed to go 从什么开始 从毛肚开始呀 七下八上 七下八下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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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辣 一 一 它那个辣椒还蛮冲的 一直往上呛 这个挺好吃的 还会打一张 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手老想去摸那瓶水 你才 你才在 你是觉得不够辣吗 对 我觉得不够辣 我以为会就更辣 你是哪儿人 第二个辣人 那你可能那边能吃吗 没有没有 可以让它再加点辣椒 这一会儿它可能就味道出来了 好 谢谢 我们继续吃吧 这个好像辣了一点 我们要不试一下那个土豆丝 这个我其实超级期待 网上看到很多人说很生气很好吃 blah blah 哇 烫了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土豆 有可能会非常辣 你看它这个颜色 你看它这个颜色 不辣 不辣 你现在开始感觉到 不辣 你现在开始感觉到 不辣 你要吃我这个土豆丝 好 辣吗 不辣 我觉得啊 我现在开始感觉到了 它在后面 就我嗓子开始辣起来了 我打嗝都辣了 你知道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吃了那个土豆丝以后 就特别辣 你吃鱼茶水的 你还好吗 我不辣 我没有 我没有 你好 有没有酸梅汤呀 谢谢 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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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酸梅汤是个好东西 这是我们的嘴对吧 然后这是舌头在中间 我的整个这后半部分 很辣 我一直在口水里 它就是那种越煮越辣的感觉 我们来吃一个酥肉 这个酥肉 其实很多人是直接吃现炸的 但是我特别喜欢吃 把它扔到火锅里涮了之后 就整个酥肉软软滑滑嫩嫩的那种口感 这么辣吗 胖 我们现在来吃腰片 大家口感又开始有点辣了 有一点 就是 你不要拿我的三杯汤 你不要疯 你不要疯 我觉得吃火锅就是最解辣的还是酸梅汤 这个酸梅汤超级解辣 你好吗 你好吗 好的 我们在看脂肪 我们之前在里面挤了它 不太少得到脑花 我们的脑花 我们的脑花 来尝试 怎么样 我不认为我真的喜欢脑花 来一个腰片 那就是吃这个会补腰吗 对 语心护心 哪里不行吃哪里 我 我很喜欢吃腰片 我觉得我已经过了那个被辣到的那个level了 我现在感觉吃我都whatever了 那你让它再加辣椒啊 其实不蘸这个油还是很辣的 我一直没有在蘸呀 我刚吃到花椒了 我觉得好麻哦 我现在嘴里在跳舞 在蹦迪 它卷刺来了 哦呀 豆芽 冲吧 所以你吃到现在觉得重庆火锅好吃吗 所以你吃到现在觉得重庆火锅好吃吗 I thought the辣度 would be like ohly I'm dying right now but this is good 因为我觉得美食你还是要enjoy它 我觉得如果辣到那个程度 what's the point 对吧 so this is great I'm loving it 给你涮了一个 alright let's try this 鸭肠 我咬它的手上 呛到了 它鸭肠很好吃的 超级脆 我嘴有一点辣 我嘴巴好像真的还好 但我嗓子会稍微 这个辣椒它有穿透力的 我现在是感觉我手碰到哪里 我的皮肤哪里就会痛 我刚碰到这里了 这里现在开始痛 它会透 发现一个问题 在这么辣的火锅里点豆芽 好像不是一个很明智的决定 因为我捞上来的全是辣椒 oh no 牛肉应该可以了 谢谢你 肉和豆芽 yeah this is it right here look at that so good 跟豆芽在一起真的挺好吃的 再来一点肉 又被拉到了 一定是太烫了 对 鱼你还没吃呢 还玩鱼 你可以整片把它拽下来 可以这样吃的 它是不是有股臭味 对 对 对 这是为什么它特别适合在这种麻辣火锅里 It is a little stinky but yeah this is good 一点都不辣 正宗的重庆火锅 你也只能在重庆吃到这个味吧 就在我们那边 辣度还是比这个要弱一些的 oh那肯定 ok 那今天最辣的重庆火锅 什么感受 it was good it was really delicious but 没有我想象的那么辣 这个老外有点嚣张啊 因为我之前没有吃过 真正的重庆火锅 so我就没有对比 你知道吗 没有一个bar I don't know like what I should be like expecting 我也会like 我会试的 辣是辣就是有点痛 就还行 但好吃真的好吃 反正我看来是得再多带你去 吃一点辣的了 你灭灭你的这个嚣张气焰 那问题来了 你们最喜欢吃什么火锅 是喜欢吃重庆火锅 北京火锅 还是港式火锅 let us know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的话 请点个赞 关注还有转发 下次见吧 拜拜